在過去屏東縣政府環保局 都是以稽查人員直接到我們的營建工地 或者是農業廢棄露天燃燒的地鐵進行稽查 在完成定位跟證據的採納之後 搭配我們地面上的稽查人員 確實能夠達到有效的一個管制的目的 露天燃燒我們在109年 UMS總共有實際執行了51趟 總共有31件炒獲到露天燃燒的建數 在實際飛無人飛機的過程中 就是可以提高我們在整個制高點 看到露天燃燒的一個時效 可以及時發現到露天燃燒的地點 透過跟地面上的人員搭配 也可以第一時間掌握露天燃燒完成定位 照後續的一個告發處分 所以實際能夠有效來嚇阻到 農民禁止露天燃燒 營建工地其實非常的大 嘉義線環保局有時候在空氣的時候 我們就會運用它來尋查這些大型營建工地 尤其像嘉義線有非常多像智鴻池這種營建工地 我想它面積都好幾公頃甚至十幾公頃 如果有廣告人力是沒有辦法的 那裸露地的部分 其實我們去年也飛了12個鄉鎮 用UAV飛了12個鄉鎮 那我們總共加一件18個鄉鎮 那扣除掉那些山區的鄉鎮 我們大概80%都在我們的飛行的範圍裡面 我想對於這些熱區的掌控 那這個露燃熱區也好 或是裸露地熱區也好 或是營建工地熱區也好 我想有非常多非常好的效果 那這樣的掌控有助於我們在空污季的時候 針對這些的熱區來做進一步的尋查 跟人力上的這些查核 未來我們UAV就可以做一些預警的效果 然後來讓我們整個執法上面的效率更加提高 可能有一些露燃的行為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直接由地面的人員 直接去說勸導或查核 我想這樣的話 可以讓整個環保 比如說空污的露燃也好 這些的部分有更好的一個嚇阻的效果